洛建佑主场作战有神力加持 前几战接连维拟的洛建佑突然爆起 首轮逆转陆光组拒绝一轮游 第二轮再次爆了丹麦高手安东森 甚至在决胜局多次打怕安东森 这是2024年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 由东道主选手洛建佑对阵安东森 洛建佑在沉淀了三周比赛后 终于是打出世界冠军该有的水平 安东森这样人高马大的选手 都被多次打翻在地 让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场精彩的比赛 哇 好球啊 慢速控球呢 现在因为比分落后 好像他打的也不是那么有耐心 把这个节奏放慢下来 但是好像自己这节奏乱了 回来的时候这个转换的过程 有的时候不是那么顺畅 非常大胆赶打 洛建佑一上来就是加速顶住 安东森虽然是一个非常有耐心的选手 但在与洛建佑的较量中 依旧会被洛建佑打腕节奏造成失误 第一局也就在洛建佑的节奏中获胜 速度慢下来 而且可以保证他对出球制度 好 给 好 给 安诺森的主要是防守打控制 打到都打到了自己的正轨上 那就是看谁的出球质量和出球稳定性更高了 第二局进入状态的安东森 在稳定性上确实高了不少 下半局洛建佑的主动失误明显更多 同时安东森的突然提速进攻 也会让洛建佑有些猝不及防 双方的比分差距越来越大 但是在自己加速的这个过程当中 无谓失误太多了 感觉是自己得一分得送出去两分 结果打到中段的时候 就有点不知道该怎么打了 力度小力一点没有过往 安东森用一个漂亮的杀球 结束了第二局 也让在下半局丢掉手感的洛建佑 能够有了缓一下的时间 双方进入更加激烈的决胜群 哦 好球 阿米 这次有点滚 有点滚 不合格 有点滚 后面 幸福 超好 可以 股票 注意 对 对 跑不动的时候我再来追上 确实现在的整个节奏和双方的 正常的打法特点就比较吻合了 目前没有很明显的体能上的问题出现 该怎么打还怎么打 决胜局的打得非常激烈 基本是一个你来我往的状态 在上一球对方进攻后 下一球就立马还了回去 在技术方面两人都较为全面 而安东森的体能可以说是羽坛顶峰 莫王著称的安东森 是否会将洛建佑磨死 还是洛建佑打破魔咒完成小爆了 这时候都不能看出来 场面充满着悬念 好球啊 压线 间歇如果用的好的话 会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 是否便宜 还是不容易 然后他们在这一旦 同时也看一下 安东森能不能从这个 被对方压着打的节奏当中缓过来 下半局的洛建柚状态实在太恐怖 多次直接将安东森打翻在地 非常恐怖的稳定性打出一波10比1 让原本落后的比分瞬间有了明显优势 几乎是没有太大的悬念的情况 但随后安东森开始打起了多拍 逐渐打破洛建柚的节奏 也完成了一波精彩的追分 安东森又可以把这个比分抹平 主打的就是一个稳定 安东森这边其实他的主动失误并不多 就是能稳稳地咬着你 19比19了 最后阶段的连续失误丢分 洛建柚可算是非常精简 拿到比赛胜利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